女孩给姐姐梳妆打扮只为她去参加被贵族男人挑选为妻子的舞会 她调皮地传达母亲的叮嘱 告诉姐姐别忘了昂首 眼睛看向低处 和在场的男人说话尽量简短别给对方造成误解 女友还给她带来一只象征纯洁的羽毛插在头发上 然而舞会上原本一切顺利的姐姐刚被心上人吸动邀请跳舞 这难得的美好就被妹妹的一只鞋子搞砸 姐姐怒不可恶地埋怨妹妹总是抢尽自己的风筒 不仅如此母亲还总是站在妹妹一边替她说话 一气之下姐姐说出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妹妹并不是母亲生下的孩子 她是父亲的风流寨 母亲为了保全家族名声将她抱回家 男才知道自己竟然是个私生女 男一直追问自己的母亲是谁 但姐姐当时只是看了一封信里的几行字并未看到她的名字 她只知道写信的人辱骂了父亲 还有当时母亲给了她不少钱 清晨醒来的康琪听到了楼下丈夫说话的声音 她走到窗边看到丈夫正在和人聊天 她说有的女人适合恋爱 有的女人适合做妻子 纽约虽然精彩绝伦 但那种生活只是逢场作戏 康琪才知道 如论自己改变多少都无法得到丈夫的认可 她失落地离开了房间 可她却错过了男爵后面的话 康琪伤心地躺在床上没有生机 她开始和男抱怨自从生下孩子后 她总是心烦意乱 似乎她已经感觉不到丈夫对她的温柔 康琪给男提了一个忠告 第二天清晨立姿叫住了金妮想解开两人的误会 她说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金妮说一切都过去了 谁知梅艺会希顿静止走向金妮 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让莉兹异常尴尬 金妮却不知道家中早已亏空的希顿 只是贪图自己丰厚的嫁妆而已 趁着他们在山泉中嬉戏 金妮还是控制不住问起莉兹 莉兹故意这样说只是出于对希顿的报复 这也果然搅坏了金妮的心情 可只有莉兹知道这个男人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时在花园散步的男竟然看到了廷塔格尔公爵 他们约好在门口见 廷塔格尔公爵骑马很快赶来 他的坐骑被男仆看到连忙告诉了打架 他们纷纷奇怪大名鼎鼎的廷塔格尔公爵的突然来访 公爵说我一直尝试找你 或许你认为我们是偶遇 他问假如你聚会的朋友看到我 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我 男开玩笑说我会说你是个鬼鬼祟祟的艺术家 突然公爵严肃地对男说 我认识的女孩通常不会像你一样如此真诚 公爵道出了实情 原来他天一亮就从廷塔格尔出发 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 这场突如其来的求婚震惊了所有人 然而男却认为他们才见过两次面 两人也并未深入了解 或许他根本不适合做公爵夫人 公爵的举动让男人感到过于疯狂 他们应约参加廷塔格尔公爵母亲的私人舞会 这让他们异常兴奋 管家告诉男下午公爵的母亲约他见面 并递给他一封公爵的信件 是公爵约他在海边见面的字条 公爵说自己的求婚虽然过于突然 可依然希望男能单纯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 而不要受到他是公爵身份的影响 金妮和希顿将他们订婚的消息告诉了母亲 母亲为庆祝找到伦敦贵族身份的女婿 而挑选了最豪华的教堂 希顿父母打心眼并不喜欢这些美国人 如果不是为了他们的嫁妆 也不会委屈自己的儿子 虽然金妮也感觉到了男爵父母的冷淡 可希顿却说那只是父母对未婚妻的要求比较高而已 金妮却早已深陷爱河 完全不知道对方只是觊觎自己的财产 希顿妹妹却说漏了嘴 她说父母虽然很震惊哥哥和金妮进展神速 但毕竟家里的账单还等着父 夏武男准时来赴约见到了精神绝朔的公爵母亲 她的直接并未让男感到意外 公爵母亲表示在过去十年所有的聚会社交活动上 英国的每一个士林女孩都在追着我儿子 我们举办寂寞舞会的这些年中 她从未带过任何女伴 只有提起你的名字时 她的脸才会温柔起来 她原本想儿子给他画一幅眼中带有光彩的画像 可儿子却不答应 随后公爵夫人让男赶快去准备晚上的舞会 公爵母亲不知道眼前的女孩究竟施了什么魔法将儿子迷住 似乎现在她也开始理解儿子的选择 公爵带着男来到自己的秘密花园 这里是他的避难所 也是让他心放空的地方 公爵说我从来不画人 我喜欢画天空海洋 男用手指沾满颜料在画布随意图画 公爵也加入了其中 但随着颜料的味道 他们手指贴近对方的刹那 两个想彼此探索对方的灵魂也彻底文献 我认为你还没帮我 我认为你还没帮我 Niva